孙医师汤一直都在喝的就是安迪汤 台湾没有人不知道安迪汤 没错 在某一个时代我必须说 尤其是我当记者比较年轻那个时代 每个人桌上都有一壶就是一个透明壶 有些是保温杯 有些是门烧罐 反正里面打开味道都一样就是这个安迪汤 就是红旗 枸旗 枸旗跟黄旗 每个人都会 甚至到后来流行的时候 就有人直接把它做成一种商品 在购物台也有的卖 就叫安迪汤 因为它就是安迪汤 每个人都知道说上班族喝了 感觉就好像免疫就提升了 就有保护了 老实说我也喝过一阵子 现在还有升级版 就是加了西洋森 和首屋 麦东 还有红枣再加量 是 看起来就是感觉好像更完善了 不过我这里吐一下小小的槽 好啊 就是那个很多人都喝安迪汤 却不知道应该怎么正确喝 之前曾经有一个很知名的 马歇平老师没有 有一次呢 他就是已经感冒了 就是已经开始有症状了 他突然想想 是不是来个急救来喝个安迪汤 就他说喝了之后呢 反而变严重 他说 对 他说其实我好像身体 已经出状况的时候 已经发炎了 反而不能急着喝 我们用了二三十年 唯一的经验 正在感冒 喉咙痛 扁桃腺发炎 因为你免疫来不及调 他这个气血循环增强 他会把它推出去 唯一的禁忌 好 观众朋友 您在电视墙画面上 这是今天重点当中的重点 在聚焦2.0 孙博士首度给大家最新的方子 这个方子是后新冠时期 台大免疫权威的独门养生法 拍下来 也就是说 刚刚已经讲了 这个是基本的 有这三道 后来再加上两道 西洋森跟甘草 这就是成为最新 后新冠时期的独门养生法 升级版的安迪汤 送给大家 一样调节免疫力 增加体力 预防感冒 现在喝最好 对 尤其这个 为什么加西洋森 中医养补肺精 还有甘草 里面有甘草甜树 甘草造肝 甘草肝 甘草多糖 那么尤其甘草甜树 甘草肝 甘草肝对新冠病毒 有抑制作用 甘草甜树 以前对SARS病毒 甚至Ig病病毒 有很多新的研究 反正你就当作养生保健 绰绰有余 拍下来到FB回答 能够拍照更好 为什么 我要拗孙医师 你可以送书吗 送签名书吗 行吗 我要看看 现在还有没有书 好 升级版的安迪 安迪汤它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 材料1000cc的水熬煮 大火煮开之后 转小火再熬半小时 煮成500cc左右即可 升级版 你们桌上都有一杯 我们来喝喝看 主厨请你喝一口 你不是年轻的主厨吗 来告诉大家 这个味道如何 升级版的安迪汤 怎么样味道 其实还不错 什么叫其实 会不会讲话没力吗 本身是很怕中药的味道 你比较怕中药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 制作单位泡的比例 因为甘草的味道会明显 比较明显 就会它觉得比乙田更甘甜 对 因为甘草加进来 以前有时候我们常常把 红枣跟枸杞泡久了 它会微微酸 这个就变成它的甘草味比较重 就会更适口性更好